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赞分享 送健康哦 今天的主题啊 其实比较防疫一点 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说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药师佛送健康 那么希望书文老师 可以透过直播 然后把药师佛送健康 这件事情呢 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大家一起避过疫情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都健康平安哦 最近疫情的关系啊 书文老师这边很多命组 都跟我反映说 老师我又不然去拜拜呢 不然我每天哦 早上啊 都要去那个龙山寺 或是行天宫啊 去那边打坐 我才觉得 好像今天有这个开始 那因为现在宫廟的 都已经关闭的关系嘛 所以很多人呢 都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去拜拜 或是没有去礼佛 他就会有 怅然若失的感觉哦 那在这边呢 书文老师也要 也听到大家的呼唤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 介绍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在佛教世界里面 很重要的佛陀 就是 药师佛 好 那么现在有在看 这个直播的人呢 请帮书文老师 按赞还有分享 为什么要按赞分享 因为等一下呢 希望你的按赞分享 就可以把这个健康平安 也一起送给你的家人 跟亲朋好友哦 这个很重要 好来看一下 有没有人 来要打个招呼呢 好 好 那在这边的话来 先跟书文老师 先跟书文老师 我在干嘛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药师佛 好 药师佛呢 它是什么 我们不能讲 药师佛是什么佛 药师佛最主要啊 它的全名叫做 药师流离光如来 那么呢 药师佛在过去 实践他的补下道的时候 他曾经发的 十二大宏愿哦 最主要 他就是希望 这个世间 再也没有疾病 再也没有伤痛 而且能够消除 一切的魔障 药师佛成佛之后呢 他始终啊 实践着他的 这个大愿望 大悲愿哦 因此 在佛教一般用来 祈求消灾严寿的 我们都会像 药师佛祈祷 那么药师佛呢 一般来说 我们也会叫他 称呼他为 消灾严寿药师佛 好 那么呢 在这里要特别特别的 介绍药师佛 来大家看一下下 好 药师佛的佛光啊 为什么全身是蓝色的 而不是金色的啊 在这边呢 说老师要特别的 跟大家分享这个 很特别很特别的 药师佛哦 那么呢 药师佛的佛光 它是蓝色 但是这个蓝色呢 并不是普通的蓝色哦 它是跟天空颜色 一样的天蓝色 因为天空一直 象征着光明 象征着和黑暗 和疾病 是斗争的颜色 所以药师佛的法身呢 就是天蓝色 也代表我们这个法身 一切光明 带给我们信众呢 也是一切光明 再来呢 因为药师佛啊 它是佛教东方 禁流离世界的教主哦 而流离 高贵的流离 它大部分都是蓝色的 所以呢 民间流传下来的 药师佛的佛像 也都是蓝色的 再来 药师佛 它代表的是一种 平息消除 平息业障 消除疾病的因子哦 所以呢 我们要平息伤痛 平息各种的痛苦 我们希望可以 一直保持健康 的话呢 这个愿望是我们 永远很久不变的 对吧 我们希望这个 消除疾病 维持健康 这个愿望呢 是一直很久不变的 但什么颜色 是很久不变的 就是天空的天蓝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药师佛的法身呢 就是天蓝色的 代表它可以 消除众生的一切疾病 还有众生的一切痛苦哦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可以消除疫情 消除大家很担心的 一些病痛 我们都可以向 药师佛来祈求哦 好那么呢 就有人问我哦 大家呢会问我说 药师佛的法器 怎么好像 跟大家不太一样 没错 那再看一下 药师佛的法器在这边 好那么呢 药师佛手持药锅 或是这个 有盖的药壶 那么这个药锅 跟药壶里面 放的就是 灵丹妙药 也就是能够治愈 我们身心疾病的 灵丹妙药 好因此呢 药师佛通常呢 就是 灵习什么 疾病 最主要最主要 我们向他求的佛 那么也希望今天呢 大家可以赶快 把这段直播 分享出去 因为等一下 苏文老师就要教大家 怎么来 骑送药师佛心旧 怎么跟药师佛 祈求健康 那么有看到 这一段直播的人呢 帮我分享出去 也把健康跟平安 分享给你的 亲朋好友哦 我相信呢 在这一段 疫情时间里面 没有什么 比健康平安 还要更重要的 祝福跟礼物了 对吧 好 那现在呢 苏文老师啊 也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 为什么今天 我要特别介绍药师佛 最主要是因为呢 孙老师曾经 有一位命主 化名好了 我们介绍一个化名 他叫做小玲 那么小玲呢 他的家里面 有两个儿子 大家都知道 两个儿子的家里面 通常很活泼 对不对 方方方方的 那小玲呢 跟时我的妈妈也一样 他也是非常关心孩子的 可是呢 他的孩子带给他的 责任是蛮重大的 怎么说呢 他的小儿子啊 身体不太好 常常很容易发烧 那一发烧呢 可能他一星期 半夜发烧 只能受哪里送急诊 所以小玲的 工作状态 就没有办法太好 为什么 因为小儿子半夜送急诊 他隔天要怎么好好上班 其实有点困难 对不对 我相信 咱妈妈的 一定都知道 再来呢 他的大儿子 比较大一些 大儿子大一些的话呢 刚好念到国中 大家都知道国中啊 青春期 有点叛逆哦 好那这个小玲 他当然就常常是身心交瘁的 那他跟我来咨询了好几次哦 都跟我聊到他家里的状态 那么刚好他们家呢 一直都有在供奉释迦摩尼佛 那我就建议他说 你要不要多供奉释迦摩尼佛 当然释迦摩尼佛有保佑 非常棒 可是呢 就这个小孩子的状态 我就建议他多供奉释迦摩尼佛 那么这个释迦摩尼佛 对不起 多供奉这个药师佛 那么其实供奉药师佛的方式呢 真的真的真的没有非常非常的难哦 那么我就建议他说 在这个释迦摩尼佛的旁边呢 多供奉一个药师佛 那么每天早上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 他可以呢 摆放这个菜碗 素菜啊 或者是摆放 或者是清水清茶等等哦 那么 呃 呃 对不起 那么这个摆好这个菜碗清水清茶之后呢 他就可以开始拜读药师佛 佛经 还有持药师佛的心咒108遍 那么这个零八 108遍之后呢 这个饭菜和清水清茶 就可以供全家人一起使用哦 那么小林就有跟我分享 诶其实这个效果来得非常非常的迅速 很快 大概在三四个礼拜之后 他说他的小儿子呢 就不再常常半夜打高烧 那大儿子给他的反馈呢 更让他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 他的大儿子啊 就不再像以前这么样的叛逆 说一句顶三句 为什么 因为呢 药师佛有平息 刚刚我们说 他有平息和平静的效果 所以他儿子那个叛逆之心 就被平息平静下来了 那么念完这个药师佛心咒之后呢 他好像知道说 虽然念书不是他在行的事情 但是他一定要好好念书 因为将来出社会 这个学历还是挺重要的 那么小儿子呢 更是不错哦 他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 而且他会跟小玲呢 不时的念诵这个药师佛的佛号 让小玲真的觉得松了心里的一口气 那么舒芬老师呢 当然也常常会送吃药师佛心咒 舒芬老师送吃的方法是 在我要喝水的时候 就早上我要喝水 我会对一股水 那么呢 送吃药师佛心咒 108遍 那么再把这个水喝下去 那喝这个水呢 有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让我们的原神光彩 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原神光彩身体健康 对于女生来说最重要是什么 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越来越有精神 甚至呢 有的人比较更厉害的 他的老公跟他另外一半 都会觉得他怎么样 变漂亮了哦 所以呢 大家希望自己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平息这些疾病的烦恼的话 那么等一下更不能走开 因为舒芬老师呢 就要带着大家一起送吃药师佛心咒 让大家都可以招健康 招平安 然后也希望可以把我们这一段直播分享出去 因为等一下当我们在分享心咒的时候 这个当下呢 我们也把健康一起分享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亲和好友 所以等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直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那么药师佛是一位慈悲大爱的医师菩萨 他是大医王 能够帮我们众生消除一切的苦难 增幅延寿 把我们的苦带来我们的平安 好 现在呢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呢 来准备要进入这个药师佛心咒的境界了哦 那么舒芬老师就要来带大家念这个药师佛的心咒 也希望把我们这个药师佛的心咒分享给大家哦 好 来 这个药师佛心咒的利益很多很多 亲朋好友如果生病难过 持药师佛心咒 108遍 然后加在他的药物里面 就可以让这个亲朋好友的疾病赶快恢复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念药师佛心咒的话呢 就可以长保健康 那么常年念药师佛心咒的人呢 最终我们可以往生这个药师佛的净土哦 不会有堕落三恶道的恐怖 也不用再受这个世间冷暖之苦 好 现在说老师就要把这个药师佛心咒请出来了 这个药师佛心咒呢 在这里 请大家帮我把药师佛心咒开始分享了哦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没有比送健康还要更好更好的礼物了 好 那么药师佛心咒在这边请大家跟孙老师一起念 如果呢可以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药师佛心咒 刚刚我相信小编呢 有把这个药师佛心咒的文字版 贴在我们的留言这边 那希望有在看这个直播的人 一样把我们的心咒重复贴上重复贴上 表示你有收到了哦 表示你有收到药师佛的健康了 表示你有收到呢 苏文老师送给你的健康了 赶快把这个留言固置贴上 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 然后呢也把这个留言分享出去 把我们这个药师佛心咒分享出去 拜托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送健康就是送平安 这也是功德的一种哦 好我们再一起来一起念好不好 好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每天对着这个水啊 念108遍 然后把这个水呢喝下去之后 你就能够长保我们的身心健康平安 也能够避开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危害 那希望大家可以复制 复制一下我们这个小编的留言 复制这个药师佛心咒贴上之后 表示你收到健康了哦 这个好重要哦 好来我们再来念一次哦 好那么接下来呢 苏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 留言药师心咒表示你收到健康了 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让大家收到健康之后呢 苏文老师要强调一下 念药师咒要回向 那这个念药师咒要回向这个文字呢 等一下小编也会贴在下面的留言 让大家好好的学习 那在这里苏文老师用口头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念药师咒 请坐以下回向哦 愿以此功德供养 十方三世诸佛 再以此功德回向给 十方三世一切众生 愿众生离苦得乐 往生佛国净土正德菩提 再以此功德回向给某某某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 或是我们朋友的名字 希望可以把这个功德回向给 某某某的愿 愿他们离苦得乐 往生佛国净土正德菩提 再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自己 回向给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愿某某某业障消除 病症痊愈 身心恢复健康 好这个药师咒的这个回向呢 稍微长一点 所以呢我们的文字版 会请小编在下面贴给大家 做很重要的分享 那我们念完这个药师咒108遍 那么我们就要再做一次这样子的回向 那这个回向其实很重要哦 表示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都已经收到了 这个药师佛心咒的五等功量哦 那么也把这个五等功量 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哦 好那么呢 此这个药师佛心咒的功德 专除病苦 专除疾病 希望我们能够消除一切的罪业哦 那么希望大家呢 在今天之后 可以跟舒伦老师 我们一起来念寿念识 这个药师佛心咒 让我们能够为自己 为我们的亲朋好友 甚至呢为所有的台湾同胞 同心祈福哦 这个很重要哦 好那么在这边呢 也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 我们的这个开训10分钟 一点你就通哦 好 在这边我们再一次呢 诚心祝愿 我们这个台湾的岛 还有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能够平安健康疾病远离 谢谢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分享 把这个药师佛的健康 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